- 下一個是奶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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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本鍋是奶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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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我澄清一下為什麼一定要上來 - 因為剛剛其實不是橄欖油 - 而且不是好的橄欖油 - 其實是過期的橄欖油 - 而且是過期十年了 - 所以我重現一下悲劇 - 讓大家笑笑 - 那個評審蠻髒的 - 所以拿那個人覺得說 - 不要破評審,不要破評審,我拿上去就好 - 然後就砰 - 對,然後就悲劇了 - 不過幸好我們編作的過程中 - 很多東西都有上傳 - 所以還是可以在這邊看得到結果 - 所以有幾個混著 - 所以下面這幾個是 - 我們去校正 - 我們去用審天燈泡校正之後 - 會出現這個東西 - 然後你有這個東西 - 你就可以跟電腦說 - 哪些是綠光,哪些是藍光 - 然後它就可以自動校正說 - 因為這個審天燈泡的 - 就是光波是比較特別的 - 然後它未來 - 所有未來的資料 - 它都可以依據這個自動校正說 - 那它到底是光波多少等等等等 - 然後這是405的那個 - 就是雷射看起來 - 假如全部都只造雷射的話 - 造起來會是怎麼樣 - 然後就是照理來講 - 我們應該要看到 - 就是這幾個我們都還是在測 - 所以我們這幾個先從水開始測起 - 然後測了大豆油 - 然後測了這個沒有測出來 - 然後這個測出來 - 這應該是葵花油 - 然後後來就發生悲劇了 - 那所以我沒有辦法真的看到 - 就是鋼染油 - 就是鋼染油進去 - 應該是有一些帶紅色的東西 - 可是這邊沒有出現 - 然後不過就是我這邊 - 其實還是要徵求幫忙 - 因為就是 - 其實剛剛有些人有 - 就是現場有參與 - 不管是在建置那個東西的過程 - 或是照相的過程 - 然後就是假如你們可以的話 - 在PublicGap這邊的話 - 都可以請大家 - 就是因為我電腦也掛了 - 所以其實上面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- 可是假如可以的話 - 可以請大家寫一個簡單的研究 - 包含就是你剛剛有照照片啊 - 或是你剛剛看到什麼東西 - 你都可以把這些東西寫起來 - 然後上台到這邊 - 會是以你自己的名字 - 然後就share給大家 - 大家之後可以自己 - 繼續去再利用 - 這樣子 - OK 所以我今天覺得 - 一定要就是上台分享 - 因為就是那個葵花油 - 撥下去之後 - 旁邊的一個人 - 立刻的comment就是 - 欸 這樣六點 - 會不會來不及成果報告 - 哇 - 就是對 - 大家擔心的都不是我的電腦 - 這樣 - 對 - 對 - 真是感謝 - 所以吃了今天有幫忙 - 然後吃了今天也有帶油的人 - 雖然我們沒有 - 就是這次沒有做完 - 可是就是希望下次可以繼續 - 然後假如你這次有機會 - 自己看到的話 - 其實這些材料 - 都是你自己可以回家 - 家裡自己在製作一個的 - 就是下次自己要把油 - 跟電腦放約定 - 謝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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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